台湾陆委会25号表示 遭到中国关押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 被无预警的移建到河北宴城监狱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璀正对此相当不满 要求中国国台办尽速说明 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 在2017年3月前往中国遭到逮捕 并遭控违反颠覆国家罪 11月湖南法院判决李明哲5年刑期 成为首位遭到北京当局以此罪名定罪的台湾人 引起国际关注 根据台湾陆委会主委邱璀正在立会上表示 李明哲妻子李靖瑜 在2018年已经5度前往中国探视李明哲 原本协调在10月22号到23号将再次前往中国探监 湖南长沙台商协会却在10月19号突然接到中国方面通知 李明哲已见的消息 而陆委会对此事表示 已经韩文向中国方面表达强烈不满 并且要求中国尽速告知确切的遗见地点和日期 也要求中国告知相关的探视规定 而这一次李明哲被遗见的目的地河北燕城监狱 是当地相当著名的囚犯关押处 作为中国司法部唯一直属的中央监狱 燕城监狱从2002年10月28号正式成立 现有囚犯大约650人 关押普通刑事犯 外国籍囚犯以及职务囚犯三类 所有的囚犯都是从各地监狱调送过来 由于关押从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所以在网路上讨论度相当高 新闻时事报记者吴哲仪报道